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這個工作坊是動畫影展前面的暖身活動 主要我們想說除了影展本身放映之外 我們希望把年齡層往上下拓展 讓小朋友了解動畫的製作的基本概念 不求他們去拍攝而是說 知道說動畫是由每一個停格的畫面組合而成的 其實我很希望小朋友他可以知道 所有的創作一開始真的是來自於我們人的無感 我們現在很多的教學太多都是交給電腦 所以當連材質這種要觸碰的東西 我們都是用視覺去選擇 對於製造這個動畫作品的這個人 他其實有非常大的影響 因為受限了 所以我特別把以前的美勞工藝傳統的這一些 你會用到一些材料介紹給小朋友 那一般沙東畫它很綿密 所以第一次接觸的人 他或許可以抓沙子畫畫 但是要stand motion停下來動一下下 這真的不只是兒童 連成人都很難 那對於兒童呢 我的設計就把這個學習的騎乘拉長 讓他們第一天先接觸大顆粒 他可以用移動的用撥弄的方法去排列成形狀 那他可以逐次逐格去變化 第二天呢 他有一點自信之後 再讓他去接觸睡渣渣 那這一些他可以聚合 當他可以聚合 但他仍然可以排列的時候 要過渡到第三天的沙東畫 小朋友會覺得沒有難度 因為他們學校現在大部分都是做報告比較多 但我覺得他如果學到了 那他以後如果可以用在學校上面 其實也很好 他以前喜歡畫畫 讓他知道畫畫不是只有平面的 他可以讓他賦予平面的東西 讓他變成一個有生命力 讓他認識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他們今天活動中 老師從最基礎的開始帶他們 然後一步一步的引導他們 雖然是很簡單的 就是紅豆跟綠豆而已 看起來好神奇喔 非常的感動這樣子 在這一次的動畫設計裡面 我很希望小朋友不只是學到耐心還有創意 我希望他們能夠再度的想起自己是一個real people 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所以我覺得兒童如果他的世界只有平板 他的世界已經接觸不到一些毛茸茸的東西 刺刺的東西 那我覺得很可惜 創作是很容易以一個很好的姿態 進入到兒童的生活 透過各種相關活動 像是有殺動畫工作坊 然後讓大小朋友有機會去接觸動畫藝術的美好 那開啟他們興趣 然後未來他們可能會更了解更知道 或更有興趣去認識動畫 這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市民更知道動畫有不同的可能性 以及不是只有看動畫 而是我們親近他 然後自己動手做 然後從中間得到一些樂趣 那對我們來說 他不但是培養我們未來潛在的觀眾 也是我們未來潛在的創作者 那都是我們一個希望 2018殺動畫藝術工作坊 Yeah